第十五回 凶残暴虐的后代 刘豫并不是一个在位时间很长的皇帝 刘豫在位两年多就死了 和后来那些啊 有作为的皇帝一样 刘豫的很多优点都没有流传下来 刘豫的子孙啊 是一个比一个会享受 这就和现在很多这个富家子弟是一样的 刘宋后来的命运让人唏嘘 皇帝有什么好做的 真是 如果你的历史读多了 给你个皇帝 你都不做 也是没人给 是不是 咱们讲讲刘豫后人们的遭遇 篡位啊 是个很好精神的事情 所以刘豫大概当了两年的皇帝就死了 传位给大儿子 可是刘豫的这个大儿子呢 不成才 这个大儿子就是在长安兵败的那个 这个大儿子整天呢 就是吃喝玩乐 荒废朝政 你要知道 这时的天下不太平啊 而且想当皇帝的人特别多 皇帝这一玩闹不是吗 大臣们首先就有想法 没错 是吧 丝谋费力 要出全臣 这就又要费皇帝了 刘豫啊 的儿子中 老大是太子 现在是皇帝 刘豫的老二是个人才 精明强干 和老大呢 就不是很和睦 老三呢 看着是个老实的人 整天闭门不出 和谁都没有什么往来 这就足够演绎出了 是吧 你看 这里有什么呢 一个不成体统的老大 一个聪明外露的老二 一个心狠手辣的老三 大臣们觉得啊 这个要换一个皇帝 但是大臣们首先是觉得 这个驾驭不了老二 于是 大臣们怎么说呢 大臣们就先挑唆老大 杀了老二 据说老二有不臣之心 老大原本就和老二不和 大臣们这么一说 刘豫的这个老大就说了 你们看着办吧 老大有没有杀心 这就不好说了 大臣们可是就等这句话呢 于是老二立刻就被杀了 罪名就是谋反 可这个事原本就是子虚乌有 而且老二的人缘不坏 再加上这个老大啊 太不是东西 不得人心 于是激起了民愤 大臣们又把责任推给了老大 于是全臣们名正言顺的 废了老大 这个老大荒音无道 是吧 立老三为皇帝 这个老三就是宋文帝 这个宋文帝不声不响的 可是这是个狠角色 宋文帝一上台 很快就掌握了局面 然后就把这帮全臣全杀了 在这个刘宋当官啊 是很危险的 干不好 这要杀头 干好了 也会被杀头 资政通鉴 就是司马光后来写的那个资政通鉴 给这段历史的总结是什么呢 是五个字 叫忠臣无善终 历史也看怎么说 谁来说 是吧 你一整天憋着换皇帝 你说哪个皇帝敢用你啊 可不就是忠臣无善终吗 宋文帝开创了刘宋啊 其实最好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原家之治 宋文帝大概在位二十几年 他有十九个儿子 都说皇帝儿子多是福 是吧 宋文帝的老大也是太子 但老大呢 就有点等不及了 觉得这个老爸活的时间太长 影响了自己的这个前途 于是呢 这个宋文帝的这个老大呢 就找了一个大仙 暗地里呢 就用这个巫蛊之术啊 咒皇帝早死 这个事呢 就被其他的儿子举报了 宋文帝大怒 就要废了这个太子 太子这边也就得到消息 太子也有些实权 太子立刻就带领着禁卫军 造反了 将皇帝宋文帝杀了 自己当了皇帝 一场夺敌大战 由此拉开 三个月以后 新皇帝被杀 是吧 皇帝的三弟 当了皇帝 这个三弟啊 就跟那个宋文帝是一样的人 是个猜忌心很重的人 他的这些个兄弟啊 几乎都让他杀绝了 大臣们就更是战战兢兢 历史上是说 据说他有一个护卫 就是这个啊 皇帝有一个护卫 叫昆仑奴 整天就拿了一根铁棒 跟在他的后面 哪个大臣说话 皇帝不愿意听了 就让这个昆仑奴 你去让他闭嘴 大臣 是把这个大臣赶走吗 不是 是上去一铁棍就把这大臣打死 别说了 我不听了 在这个老三当皇帝的这个期间 连当时的宰相都被打死 这个皇帝死后 他的儿子继位 他的这个儿子比他的老爸还凶残 结果引起了刘氏宗族的反叛 不反不成啊 早晚要被杀呀 他的叔叔最后是吧 杀了皇帝 自己当了皇帝 根据大臣们的记载 这可又是一个嗜血的皇帝 杀人成性 大臣们现在跟着刘家的这个皇帝啊 是没活路了 一个比一个凶残 这个咱们换馆头来说 你说这些大臣们也是 你们整天憋着换皇帝 没事就挑唆人家皇帝的家务不合 那皇帝除了这样 还能对你们怎样呢 这个时候有个叫萧道成子 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现在的这个凶残的皇帝一死 他的儿子继位 这又是一个不着调的皇帝 萧道成于是刺杀了皇帝 掌握了政权 让皇帝的儿子当了傀儡 随后自己做了皇帝 这个故事我觉得都不好意思讲了 为什么 同一个故事我现在讲的 这是第四遍了 刘宋就这么灭亡了 南朝换了新皇帝 现在是宋其良臣的棋了 新戏集有一首著名的词 就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我背给你听听 这首词叫做 勇欲乐 金口 北固庭 怀骨 千里江山 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 武谢歌台 风流总背 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 寻强相末 人道气奴常住 想当年金歌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原家草草 风狼居蓄 赢得仓皇北固 四十三年 望中游记 风火扬州路 可看回首 府里慈下一片神压涉骨 凭谁问 连坡老矣 尚能犯佛 有时间你找来读读 就在宋慈选中 这一篇 我做了标记 北固庭 怀骨 新戚集的 金口啊 就是刘豫的出生地 咱们说了 北固庭 据说就是 刘豫居住的 那个地方 词中的济奴 就是刘豫 刘豫的小名 叫刘济奴 原家呢 就是宋文帝 就是开创了 原家之治 最终被儿子杀死的 那个宋文帝 真是好一段 伤心的历史 好了 刘豫 这一回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我们讲讲 南北朝 算是给刘豫传 收个尾 这一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